一整排的紙箱矿泉水散落一地 好几名热心民眾幫忙協助勤運 大家一箱接著一箱搬 可是往後看大部分都幾乎嚴重回損 不過這些大量的貨物 到底怎麼會從車上掉下來 原來一名二十四歲張信英 車駕駛22號早上八點多 從台南載運大約五百箱的民生物資 要送到花蓮來 行經台九線二五八公里時 疑似貨倉們沒有關好 又剛好遇到轉彎處 貨物才會被甩飛出來 掉落在道路上 從上面有沒有彎下來有沒有 我旁邊這兩片開掉 它的沒有怎麼樣吧 都沒有都沒有 原警接貨報案趕到現場 不只放置三角錐疏導交通 也出動堆高機進行行運 而掉落的民生物資至少有五百箱 目前初步估計是價值 大約新台幣三十萬元 本所原警在半小時內 將貨車及貨物排除以外側車道 並現場交牆疏導 至於張信駕駛舒服的部分 將一道交條例制單舉發彈 接下來不僅會吃上罰單 公司恐怕也會就責 鐵北新聞高雄王思淳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